真好禮喔 真好禮 當你懂得了 體諒 你的生活再也不會有惆悵 當你明白了 這道理 你心情將會更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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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起来 我都怕我的来床 我用三点离家 跟三点拨的脑筋 我的工作只是套抱 套了开始送 今天没有海埔 只剩下这样而已 这个是复刊 这个是正刊 参观得好 一点点 我们儿子 就是把我们领了一个阿婆到山 他就有 昨天天转去 去当阿兵哥 当阿兵哥没有人可以送 我就借下去送给他们 谢谢 谢谢 大家就快做做了 就快走 像他们回去都要有副协 我副协就是做工 身体好的时候都在做工 哎呦 怎样为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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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一个 一大妹 那时候呢 就是家庭 不好过去水旅 很苦 早上起来 就是先送包子 然后 然后八点到来去做工 扛的就是帮帽 人都在扛路 就是帽 四百几百阿玛陀 就是在一天里面 转得很辛苦 做回来 又去搞钱 都每年都到半年 孩子都在念书 还有我老公 那洗褲子都是他在扛的 有一次呢 是我老公 老家的邻居叫我们去 那一次我老公也要去 那也是一直摸那个按摩头 地上板上来板上来 我老公才知道我是天天这样做辛苦的 但是他知道 他也不会讲 遇谁天眼蜜 早安 我来了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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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的婚家 婚家的我们什么都没有 只有公公给我们的债务 五六万钱 那时候五六万就很多 那时候我们搬来这里 我老公还在我儿子家那边坐 留下我们三四个牧主 那是心生的 有一次警方人员就是 说有没有逃犯的从这里来 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这在山上的口包在哪里 你看我们三个儿子 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剪刀 在山上那一段时间 就是黑暗的人间 也没有灯 也没有什么 只有那小小的油灯这样过 大概也是我儿子二年级三年级 才搬下来 就是都这样 做个老天料给你吃 就一直水起来 如果像这样都不好 那金酒就缺水了 缺水它要涨不涨 要看老天 这样的酱 酱酱 藏的酱酱那种 也是酱酱的 不如说好 那时候很辛苦 都要用一个担心 就没办法 像我这样的车会担起 担到我这两只脚 现在都不行 好 我帮你担一下 好 我帮你担一下 好 我帮你担一下 担一下 担一下就开始 担担了 担到火 那时候其实 开始家里面 开得比较少 弄去 然后落火 那时候火要对着 那时候就开始买酱 买出也就着火 那时候就是无本出来 都没有了 就开始着火 着火要来 再打到我担一下 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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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啊 这不用了 这不用了 好 担一下 担一下 没什么说 人家说 去到鸡就要对鸡杯 去到九尾就要对九尾 去到鸡我做啥 他也对我做啥 你做到这些太太 也不吃饭 他也很合适 他也不吃饭 他也不吃饭 自己饭 他也不吃饭 我跟他孩子 那时候 跟他有时 在年轻大 有时 我我们其实就感觉 让人家人 回来 都没有 在年轻 对 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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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掉的不要说 那是早上的 秀向师姐出席的种化呆喘 做小孩时 爸爸在外面另外有家庭 所以就没照顾到处来生亡 做童样式的妈妈 为了请养与世的孩子 只好出去做工 我的家庭不怎么完整 我老爸是外面就有女人 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小时候像我孙子 在那大户水桶 弄牌嘛去弄牌 我都会灰色 今天你假如没有这个洗衣 你一定把我消灭 你敢敢打我吗 也是做这种家庭长大了 像家庭大伯 大家看起来 如果是都带我很不敢 没办法啦 不然他也是心中的不平 这个个性就是这样倔强起来 也脾气不好 个性没办法 就是讲错就错 女人不要太逞强 我以前就是分逞强 做什么事都不求人 我没有真以来都没人 就这样 我来啊 我来啊 我要给你收拨抓紙呢 收拨抓紙 我们说四大人坐快行 我們幾年以後就穿了一些山蕾 慢慢的行 慢慢的行 就是到後來 人家說好久不常在 我們搬來這麼以後 我們另外的條件又不一樣 就是親像我 常常撤破 還有得到女兒 小女兒 再又是 又開始扛起來了 因為賺的錢是有限嘛 過生活是好過一點 但是有意外的災難就無法擬 所以請好請好 跟我們的女兒一次大車後 她在那個不應該回轉的地方 害了兩個母子殺狀 跌倒了 她那個媽媽死了 又賠了一百多萬 哪裡有這麼多錢 就是輪回這個 這就是另外一個劍的開始 我都很熱命耶 我沒有賣運作 做得這麼苦 但是這沒有錢可以花 樣樣都是靠自己 那沒有人搬 就是身體不好 那脾氣就來了 83年那一年 子宮肌瘤 第一次去看是四公分大 隔一年 十一公分大 你看 那個倔強的心情 就是說我自己穿有錢 才要去開刀 結果錢裡面要賺到 也是要開刀 心酸 從那時候是身體就開始不好 五十幾歲那年 這個手就已經有手了 都沒辦法盯那個釘子 連要砍一根子子也沒有力量了 隔壁當時說 跑去跟那個老闆娘說 所以他看那個 戳得沒戳 那個老闆娘說 你說戳得要戳沒有 我說是呀 我就戳到 還不叫人家說回來 我就把這樣貪掉了 他就沒有再追究了 我也不認識 我不認識說 因為我守得無力 其實我沒有真的那麼堅強 生病了 大家都需要人要照顧 需要人按忙等忙 對 跟你關心 這是我們心來事 心來心的 可是我們家裡的人 都好像沒有當這回事 你好像是沒有病的人 很苦啦 很苦啦 苦到時候 也會想要把那一口榮藥 就解決那個生命最好 因為那時候都沒有接觸那個刺激 沒有聽過法 都不知道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通通不知道 你要想補三錢 十八喔 對啊 三千人 一年三千人 對 這樣就是三千人 嗯 那你現在跟人談了嗎 對 我們如果有在做 兒子就比較不用 讓人那麼多 那也身體比較好 那也身體比較好 那身體比較好 對 身體比較炸 對 上廚營就換來再回收 歡喜 賺歡喜 對啦 對啊 都這樣而已 好 走下去 好 謝謝 賺歡喜 我的山關帶點 日本裡面有兩婆 這個 巴西的心境 其實我 gotta說 她 跟她說 我有甚麼事 她不跟她說 那裡有 會變住了 師父 toujours受了 我們想要問 出局吃ать 我們在那裡 在這裡 她說 由心境生生徒節志心 savingります 尤心輔月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由心境生生徒節志心 如果是cting 不動 天一天下是その尚 我們能訣 transform 世上前的 人生 風花樂的地 我上京為求義後開始學了 就想說收心用心 到火鍋跟土鍋的地方 就加了一些禮責 跟人上廚的怎麼樣 人們對我們看法是怎麼樣 要用那個價值觀是怎麼樣 再來就是聽師傅的法 很聽 看我們的經濟很聽 很了解 這個人的英國是怎麼樣來的 人們是要怎麼樣去想自己 我們的心有那個證明 我們所有人都讀不到 但是在那個八十幾年的時候 全部都讀到很多人 就是這樣我們這些就向我去問身 不過到現在我就想要 幫我讀我們這些 自己要有一個精神的念頭 不要在上面 因為真的沒有人會幫我們解開這個問題 是我們自己要生日的了解 那就是說上京有學一學 聽師的法又越來越了解 所以我就很興奮開始做主持 一九九九九九九位利益 台灣發現很嚴重的地盪 南道館是最嚴重的財庫 小鄉師姐看到很多人來救財 還幫助南道的學校重建 會感到很感動 所以就跟出兵 倒進出來做環保濟港 有人在那邊 我要來做船那的 那些也死 那些也死 那些都死 那些也死 這讓你倒倒的藥 那等一下沒有在家 我賣到藥 不知道要買嗎 藥好藥 我賣到藥 都不敢賣到藥 就要有刀到人 我才跟他刀到 沒關係 可能後面刀到 刀到 再跟他刀 也知道刀到 才來清水 這樣就一隻貓貓 就是從921開始 我就一直那種 要去上部署 還去做工 但是我有回收的東西 我都會盡量拿回來 簡單喔 教我 請你興奮 我這個齁 載人就是菩薩車 載回收的就是 回收車 OK 我還要來補 八十幾歲了 她三天而已 就像一塊那麼大塊來 說 沒有工作 這時候 自己就好 假如有力量的話 就一天一百塊沒有錢 要來參加公共會 請求人 這是老婆三個補 沒有啦 這間有 沒有啦 四天而已 四天而已 這樣 你要坐那裡嗎 我不要坐 我現在跟你用過那裡就好 她早上五點半 就上山去 五點喔 我怪我都塗不住你 老婆三太厲害了 沒有啦 喔 我剛才會穿上山去 會比較漂亮 阿嬤也是粉會收笑 好巧 嗯 你敢知道 那些 那些 在那個塔的海布 爐的塔 很飛氣 媽咱們塔的塔比較快 喔 老婆三你那裡知道嗎 剛才拗一拗 這不拗拗 沒拗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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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始在摸牙 我跟妳說就是在給妳拗 對啦 我就這樣啦 早上把寶床 寶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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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你喔 師父最愛你這種人 對啊 現在喔 現在如果上電視台 師父就看到妳 阿嬤 那個老婆三一幾歲 怎麼這麼厲害 我們去到池寂裡面 大家有說有笑 大家就有說 互相關懷 我印象太愛就是一些 但是還沒對 還沒對 可能以後就真正有了啦 只要我要改 就有 我的生命更多久 我這樣開桌一邊過一邊 也應該知道要參會時 經濟減做歌 我還在學院 我是一個最粗魯的人 最痴心的人 都沒有細心想過 要怎樣做 可是到最近知道說 能耐一點 嘴巴能甜一點 那是最好的對不對 所以喔 有時候去做一個是說 多有我做人 有我們 如果戒神 參詢回一句話就是說 夫妻阿娜 很像武衍 請你找一下 很強 很強勢 做個家會平安 也是不會啦 不是我們盡量收 盡量去蓋脾氣 盡量去做 就是這樣而已 感恩 最快樂 也參加你山陸的 說你這個也倒露山 好 阿扯鞭斯丘的 我才可以願意 好 走 雖然藝術的身體有很多美痛 但是它的構想很堅強 都是很努力 把每一項的工作做得好 現在 它也很用心在改變自己的脾氣 只要家庭可以平安 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草根菩提 很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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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